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新活動 鐘錶小子在42街口 迷夢大冒險特殊結局 星雄鐵道 2.2版活動鐘錶小子美夢往事 已完結 活動攻略夢大作戰 鐘錶環遊記 金夢大危機 迷夢大冒險 美夢大機密 特殊結局 愛汽水的鐘錶小子 好的這一批我們繼續做這個美夢大機密的影片 不做美夢大機密 我們做金夢大冒險 美夢大機密是最後一個 我們開始剪輯 去把他的特殊關卡給解一下 特殊結局 點擊為了自由 我們直接傳送 好傳送之後跳過他的旁白 第一個直接塞進去 開始 第二個的話我們塞到右邊 直接開始 就是這個繼續剪輯 下一處的話 放到左邊 繼續剪輯 不要放錯 其實放錯也沒關係 直接肯定是GO的 多了多出來的這些情緒 這個比之前的要簡單的多 這個比之前的要簡單的多 你跟著視頻一步一步走就可以 你跟著視頻一步一步走就可以 沒有那麼多在意的點 有兩著的 有兩 比如說加兩著情緒的你就選擇兩個情緒就可以了 再做完最後再做一處 接著解謎這個活動就結束了 版本活動還挺輕鬆的 大家自己做一下 好到這裡我們達成整個任務解謎 然後最後塞一顆快信進去 後面就是旁白部分 等到旁白結束了 我們這一批視頻就結束了 那麼我們下一批視頻再見 好的我們繼續做活動 活動它有點意思啊 能做的做的做到任務裡來了 裝表小子在40阿爾街頭這處任務 點擊和皮斯對話 然後繼續剪輯 繼續剪輯之後無論點哪 它最後都會讓你去追蹤這些任務 點擊停止追蹤再追蹤 就可以傳送到這一處任務指引地點 來到任務指引地點之後 轉身 跑 這邊出門 出門之後 單行道 左手邊轉一下 來到上方 面前進入 好 轉直引點進來之後 我們轉圈 可以發現左手邊是有一圈發光點的 順次去點這些發光點 點完之後我們會進入劇情 這裡彩蛋也特別多 點完之後 和MPC對話完 然後去進入他內心 去用接著鐘錶把戲 給他調成 調成這些悲傷 就悲慾 悲慾過後 劇情結束 然後我們繼續打拆地圖 根據他新的指引點 點擊前往傳送 好的我們來到了新的指引地點之後 單行道 跟著任務指引點 一直向前方走自動出發劇情 劇情結束會打一波怪 打出來結束之後我們跟著指引 就回右手邊的橋頭向上方走 然後就在這傳送點旁邊這一座橋 要上來 上來之後 右手邊 有樓梯 就一下去 雲一遇水 然後這裡有段劇情 劇情結束之後我們再傳送回一開始的傳送地點 過最後一段劇情 這段劇情結束之後我們的活動就能繼續剪了 那么这一批钟表小则在432接手到这里就结束了